这个对另一半容忍度极客的女人叫刘秋燕 小刘今年25岁在茶楼做收银工作 月收入只有两三千还无房无彻的她 满脑子都是怎么成为生活富足的全职太太 对男方的要求那可不是一般的高 有房有钱还得长得又高又帅 不仅要赡养双方父母和小孩给她生活费 而且还不准限制她逛街的消费 我觉得你可能不太适合来相亲 梦里的无限额私人提款机更加符合你 主持人也觉得这要求对小刘来说有点不太现实 委婉地问她能给对方什么 你的自身有什么闪光点吗 男主外女主内是这个意思吗 然后男方要做到就是说家庭的这个经济支撑 就是她如果做到你能够给她什么 有什么样的地方是最能够吸引男嘉宾 小刘的答案那真是震立我的三观 她说呀自己性格随和包容度很高 可以接受男方在外面乱搞 因为我性格比较随和一点 她在外面怎么耍怎么玩啊 我都不会去管的 你这是霸道总裁小说看多了吗 我怎么越听越像是金主爸爸和政治老婆的生活呢 真一位高帅富会因为性格爱上你吗 人家那富太太可不光只会花钱的 肤白貌眉气势下 这种硬性条件你可是一个都不占呢 但是小刘可不是会看清自己的人 虽然长得不行 但是她擅长理财呀 她对自己收银的工作言以为傲 觉得以后可以负责家里的经济大权 我觉得你可能对理财有一些误解 收银的都有这能力 那还有财务什么事啊 和这位理财小能手相亲的男嘉宾叫崔欧文 欧文呢是高大帅级的婚礼主持人 月收入八千 有房有车 兴趣爱好也很丰富 如此优越的条件 内自然是要求也不会低 欧文希望对方勤俭之家 贤惠大方 喜欢成熟知性的 而且非常重视女方的外貌形象 小刘很明显 不太符合她的择有标准 所以两个人刚见面 她就坦白的说 自己没有想结束的欲望 站得离小刘很远 眼神也一直放在主持人身上 还很直白的吐槽 小刘是个照片 之前我有看过李嘉宾的那个照片 但是看到真人以后 其实感觉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 我更喜欢女生穿高跟鞋 穿裙子更知性一点 被欧文嫌弃的小刘 觉得她看起来又固又帅 觉得她的形象整体看上去 还挺酷的挺帅 得知对方有房子以后 她更加满意了 不但没有因为她的话生气 反而很开心的样子 我想问一下男嘉宾 小刘很想有进一步的发展 可惜的是 落花友情流水无益 在接下来的约会环节 欧文压根不想浪费时间 吃饭的时候丢下一句 吃完再聊就埋头干饭了 毫无交流的他们 看起来就是两个临时拼出的陌生人 刚吃完饭 小刘就迫不及待地追问欧文的情况 对物质很看重的他 仍然是三句话不离房子 令人窒息的是 人家对他没多大兴趣 他竟然不见外地 要求别人换个大房子 这一操作把欧文都给整无语了 皱着眉头望向窗外 看都不想看他 对此小刘丝毫没有自知之明 欺而不舍地又抛出一连串的问题 盘问对方的经济条件 听问这些 欧文意识到小刘是想让南方出现养家 出于好奇 他问出了自己的第一个问题 你也有工作 难道不可以承担部分家庭支出吗 小刘那可真是欲不惊人死不休 他的回答总结一下就是 你的是我的 我的还是我的 这理直气壮的语气 让欧文有些怀疑人生 他估计不太理解节目组 为啥给他找的对象这么奇葩 趁着小刘去接电话的空气 他立马找到工作人员 表示自己不太满意 想尽快结束 而且小伙子说话是相当直接 拒拒插心 他觉得小刘是想找个有钱人 当长期办票 但是长得不好看 身材也不好 那些大老板根本看不上 自己之中普通人也养不起 就差直说他是赖蛤蟆 想吃天鹅肉了 像他那种情况的话 那个自身来说 长得也不是很乖 然后身材也不是很好 说起来 他要求其实 要求很高 你说李嘉宾要是长得 很乖 又很高 身材又很好 是不是 可能那些 做生意的啊 那些老板啊 他可能还会买单 对于一个 对于一个大工的来说 或者说是一个 普通的别人来说的话 都达不到他这个要求 可能 听完以后 劝说呢 其实小刘性格很好 还提到他引以为傲的包容度 试图挽救一下女方形象 但是欧文的直男式发言 永远不会迟到 他说呀 这一切都建立在金钱的基础上 没钱的话 你看他会不会包容你 我感觉他的那些包容度啊 都来源于钱 我觉得 他不是来相亲的 我觉得他是来 找一个长期的 不得不说 欧文说话真的很容易没朋友 当主持人委婉的 转达了他的想法后 小刘有一些生气 他根本不觉得是自己的问题 于是找到欧文 想问他 到底哪里看不上自己 我觉得他的追问 简直就是在给自己找不愉快 欧文的嘴 那可是杀人不见血的呀 果不屑然 他的回答 还是一如既往的不留情面 坦白的说呀 小刘就是想找个富二代 而且从外貌来说 还不是自己喜欢的类型 其实在我看来 你可能都是想找一个那种 做生意的呀 或者说是富二代那种 我觉得经济是一个 发明的一个基础哈 但是我更希望的是 两个人在一起 然后首先了解是感情 首先了解是性格 自信的小刘并不认同他的话 立马语气不是很好地 反驳了他 两个人拟来我往的争论 大半天 小刘依然没有理解欧文的意思 固执地认为 他只是不喜欢今天自己的穿着 提出想要换一身他喜欢的 欧文见他有些无法沟通 只好妥协 跟着他来到服装店以后 小刘换了一身成熟的衣服 确实更有气质了一些 但是欧文还是露出了 一言难尽的表情 让他换回自己的衣服 看得出来 他真的很努力地配合过来 但是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因为的去迎合别人 只会让自己变成没尊严的小丑 感谢观看